松山機場 早上11點10分 我們帶蘇媽媽我們要去 金門吃麥當勞 為什麼要去金門吃麥當勞 剛才路上經過五間都不吃 硬要去金門吃 我們要去就要去新的 我們很久沒有來做國內線了 又一年了 去年有去金門對不對 上一次去金門 去金門工作 五月的時候 酒場 去很多地方啊 在金門各個地方 然後我們再回到了松山機場 發現它這邊很不一樣的是 它有二樓的美食廣場了 我們剩最後十分鐘要進去 所以我們就大概快速的帶大家看一下 以前沒有對不對 以前還沒開 那現在好像開了 這邊二樓是美食廣場 所以它是疫情的時候在蓋 有可能 然後現在蓋好了 哇很漂亮欸 藍天白雲的 這邊都是飛機 二航終於有 不是二航 松山機場終於有一點不一樣的東西了 可以啦 大家都要進步嘛 而且這邊旅客真的越來越多了 哇那個電視太爽了吧 哇 哇那個超大欸 看球賽 哇好過癮喔 直接在放ELTA 直接來又會外塞 欸樓上很大欸 以前樓上那是什麼 欸 以前樓上是管制區嗎 其實我好像沒有來過二樓 好酷喔 這邊是星巴克 然後後面摩斯漢堡 復興行站 然後順程蛋糕 這家順程蛋糕有賣滷味嗎 應該有 有有有 跟那個轉運真的很像 我剛剛買起來說要不要買個摩斯吃 欸不對我們要去吃麥當勞 哇 好大喔 這個超大電視 大家看球賽 真的很大 喔這個 特別長 特別寬 在這邊還蠻愜意的 好爽喔 去看一下美食街 還有棒球場 欸真的欸 地貼 貼棒球 棒球場 他沒有播世界賽 大家都來這邊看 應該很快 亞運啊什麼的 NBA啊 這邊很好看 很有國外的感覺 可是台灣人沒有這麼熱愛球賽 但是國外真的各地都放球賽 我剛剛去上一趟廁所 我覺得還蠻多外國人的欸 嗯 聽到的都是國外的語言 而且我剛剛看國內線也很多外國人 喔喔喔喔 我們的OPEN獎 OPEN小將 喔有沒有看過他欸 我沒看過他欸 他是誰 他是女生啊 OPEN獎 女生那一個LUCK獎 喔喔喔喔喔喔喔 啊他是OPEN獎 他也叫OPEN獎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獎 亂講 你不要講 星巴克 然後右邊 而且台灣美食街 欸真的欸 他是美食街欸 他留了蠻多地方是放桌子 所以應該很夠桌 嗯 不知道開到幾點 啊 頂多開到九點 胡桐欸 是胡桐嗎 真的欸 那是Jazz Kitchen 放肉欸 乾杯欸 等一下 手搖嗎 不行 忍耐了嗎 要忍耐 五花馬欸 五花馬我最愛他們的小米粥 很好笑 以前那個 我今天就買水餃 我最愛小米粥 小米粥不是不用錢嗎 要啊 現在要啊 30塊 有那個店面的 我記得是他都放一桶 在那邊給你自己用 真的嗎 我都糖加到底 這是 胡桐燒肉欸 沒有做新浴 就假裝搭新浴的感覺 可以在這邊買上去睡覺嗎 可以啊 飛機上我有胡桐燒肉喔 對國內線 你要帶什麼上去吃都可以 麥當勞還可以外帶 帶進門的回來 太酷了吧 是要帶給他們兩個吃嗎 我又忍掉 夏威夷生魚飯 哇喔 很有特色欸 我以為是夏威夷披薩 結果是夏威夷生魚飯 酷欸 沒有看過這家連鎖店 然後這是 這是什麼 差點叫做 丁瓜瓜 丁瓜瓜 丁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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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瑞蟲丸 現在11點15分 人潮算蠻多的 然後 感覺是 應該還是算蠻 蠻好經營 對啊 而且因為之前真的 來這邊都沒有東西吃 只有樓下7-4全家 還有這種貼心的蔥餅 之前我們有帶Cody去樓上看過飛機 好像是媽媽在坐月子的時候嗎 對 還在跟弟弟在月子中說 喔 帶他去看飛機 三樓 也有很多休息的地方 欸 那感覺走出去是戶外 還是在出去就是看飛機 中央控制式 喔 出不去嗎 對 我看他有個飛機的標示 對對對 他叫我們 11點50分 翁金門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走 因為我們11點半要登記 想說國內線蠻臭的 呵呵 11點半登記 真的 但是 國內線真的進去很快 安節很快 可能現在人多 不錯捏 大家如果有來松山機場 不管是做國內還是國際線的話 不知道吃什麼 可以來這邊 走到底 國內線的二樓 但是這邊離國際線 就會比較遠一點 就是一路殺到底 搞不好國際線 然後你要再登機再殺回去 不會 不確定 下次你再去看看 呵呵 有機會 出去的時候 這邊出國還是方便 但飛機就比較少 這裝潢那還不錯 你看那安檢沒什麼人 應該很快 應該很快 我們是幾號啊 我說 登機 7點50 12號